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很多人年纪大了之后会面临牙齿松动,掉落的问题,最后不得不依赖假牙 然而,有些人即使到了百岁,牙齿依然完好无损,靠的就是他们的饮食习惯和对口腔健康的重视 今天小编要介绍的就是这样一种被称为牙齿保护神的食物 它不仅能有效预防口腔疾病,还能帮助我们在老年时保持坚固的牙齿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到底是什么神奇的食物吧? 这种食物就是,黑芝麻 虽然黑芝麻和白芝麻都对牙齿有好处,但黑芝麻对牙齿健康的效果更为突出 这是因为黑芝麻相比于白芝麻,含有更丰富的钙、铁和抗氧化物质 特别是其中的维生素E和亚油酸,有助于促进牙齿和骨骼的健康 此外,黑芝麻的补肾效果也较强,而在中医理论中,肾与牙齿的健康密切相关 补肾能够进一步强化牙齿的坚固性 因此,如果你的主要目标是保护牙齿并促进口腔健康,黑芝麻会是更好的选择 黑芝麻中富含钙质,而钙是牙齿和骨骼健康的关键营养元素 许多老人牙齿松动或掉落的主要原因是体内缺乏足够的钙质,导致牙齿根部不牢固 而黑芝麻正好可以帮助补充这一营养,强化牙齿结构 黑芝麻除了含有丰富的钙,还富含其他对牙齿健康至关重要的营养素 例如磷、美和维生素D,这些成分都能有效促进钙的吸收 帮助维护牙齿和牙龈的健康 此外,黑芝麻中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 这些成分可以帮助减少口腔中的炎症 预防牙龈出血、牙龈炎等常见的口腔问题 根据研究,定期使用黑芝麻可以大幅降低患牙龈疾病的风险 一周吃两次黑芝麻,既能补充体内所需的钙质 还能促进口腔健康 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 适量使用黑芝麻能够增强牙齿的坚固性 避免牙齿松动和脱落问题 为了让黑芝麻的营养发挥最大效果 建议将黑芝麻炒熟后食用 因为生黑芝麻的营养素可能不易被人体完全吸收 炒熟的黑芝麻更容易消化 同时其风味也更香浓 你可以将炒熟的黑芝麻磨成分 加入牛奶 都将或麦片中一起食用 这样不仅能让黑芝麻更好的融入饮食中 还能确保你每天摄取足够的钙质 此外 将黑芝麻粉与蜂蜜混合 制作成黑芝麻糊也是一种非常美味且营养丰富的吃法 除了黑芝麻 保持口腔健康的关键还在于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每天坚持刷牙 使用牙线清理牙缝 定期进行口腔检查 这些都是保持牙齿健康的重要步骤 总而言之 想要在老年时依然保持一口健康坚固的牙齿 黑芝麻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不仅能消除口腔疾病 还能帮助你告别假牙的困扰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下期见